車身纖維插傷就要送烤漆場嗎 請盤光修傷痕會很難嗎 嗯 大叔分享修復纖維插傷實作流程 加上DIY經典失敗狀況親自實證 接著大叔的實作流程 以後烤漆傷痕你也可以自己動手修復 喔喔喔喔喔 哈囉 大家好 大叔又來起車了 大叔這次要分享的是這個B.A.G 就是鎮拋機 喔 鎮鬥的鎮 拋光的拋 它的一個使用方式 大叔現在其實也在這個實驗的階段 我們是把這次的過程跟大家分享 車身纖維抹擦小自行修復的朋友呢 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 Let's go 為了試驗通光機對這個車身烤漆的修復呢 直氣效果 所以大叔呢 用膠帶分一半 以這個最明顯的這個擦傷了呢 那上面這些部分呢 來進行比較喔 現在這個過程呢 大叔先用A1的檸檬機來試試看 這邊大叔必須先分享一下 其實板筋擦傷有分深淺 這次之所以從研磨劑開始 是因為大叔之前幾次 在同樣的區域試過包括 清潔蠟 粗蠟 翼紋修復蠟 但是都沒有效果 所以這次直接使用研磨劑 建議大家可以先從研磨係數小的蠟品開始 真的沒有效果再進入到研磨劑 我們用A2試試看 修復觀念1 從蠟品開始是 修復考漆我覺得最主要的概念就是 盡量達到用最少程度的研磨拋光 標準考漆擦傷細紋 讓車身恢復明亮光滑 修復觀念2 避免磨耗太多元氣 好像還是有 再一次 修復觀念3分次研磨 逐次觀察 避免燒機 我們剛剛是用這個羊毛盤 我們現在換用改綿 然後用機面還原劑 試試看 修復觀念4 拋光研磨過程 由粗到細 然後好像有效果 然後我們再換一換海綿 就是能用眉光 眉光車蠟我是看YouTuber分享 也是大叔 就想說其實在使用上非常方便 修復觀念5 修復後 使用遮臘或血度膜 保養修復區域 馬上眉光車蠟就整個滑順許多 現在來實際看看它效果怎麼樣 這兩邊的狀況很明顯的 你近一點來看 原本這條這個刮痕是持續到前面的 然後現在呢 那我可以抓帶的部分在這邊 那邊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它的刮痕是有修復的 所以這個增加進行確實是蠻有用的 接下來到時候呢 要持續進行這整面的刮傷的修復 這邊就是 明顯剛剛修復的地區 OK了 那 再來就是這個部分 直到後面 一彎開始 正圍裡就到了 多一點 裳X heels 然後裝上一套 我這個偏偏都已經充分差不多了 我這邊有個點 這個點好像已經是建議期了 這個地方應該是要用補清的方式去處理 這個地方也是等一下的一個悲劇喔 大家繼續看下去 用鏡面恢復器 用鏡面恢復器 最後剩一道我們這個美光清潔蠟部分 把它做一次鏡面完整的保養 能恢復它的滑順 這個蠟其實不要沾到塑膠板部分 會不會發白 哇 滑順了 但是有一點點 光光跟之前比起來還差錯了 那我們近一點來看 剛才這些折痕的地方都有擦傷 現在已經都沒有了 那之前門板遙控處 也是也蠻嚴重 現在都 整個治療都已經黑黑了 光滑了 可是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地方還沒有完全的 努力好像這些地方 那大叔要再處理一次 這個也是嗎 對 這個也是 這封線下面就看得到 這次大叔實際操作 我漆面修復的部分 我覺得算是還蠻成功的 好 那現在是大叔進行 第二次的一個處理的狀況 當然那些 比較明顯的這個擦傷痕跡都已經沒有了 之下的支線較微小 我覺得這樣應該是OK的 鏡頭前面看得蠻明顯的 可是其實 直接用肉眼看了是看不太出來 大家從畫面裡面可以看到這些 原本的損傷都已經修復好了 只是說有一個小狀況就是 板經的邊角處 因為它是比較立體突出來的 在修復拋光的過程中 沒有特別注意到 結果導致它本來的這個小刮傷 擴大了 那這裡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點是 本來是比較小的 我現在在拋光修復的過程中 結果磨損到其他部分 所以它現在的這個 釣區的 擴大了 這也是要注意的地方 這個板經的這個折痕處 這個地方是一個 填起來 塗起來的部分 所以在拋光施作的過程中 可以讓它這個磨損的點擴大了 那這部分就必須要用 點心的方式去進行 好心的修復 也提醒大家 在修復板經 擦傷過程中 要特別注意這邊邊角角 它是比較立體的 那我們的DAG在操作過程中 可能會讓原本的損傷擴大 或者是甚至傷到很難好的漆面 那這地方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這些是大叔 這次進行拋光修復烤漆的重品 主要是DAG 然後到各種尿劑 A1、A2的研磨劑 還有鏡面還原劑 然後到清潔蠟 這些研磨劑的選擇 大叔其實也沒有特別去研究 那主要是在網路上層上看到 然後研磨劑有分粗細 最後再到整個漆面的還原 所以我們再上個清潔蠟應該其實就OK 再來就是羊毛盤、海綿盤 還有這個擦拭用的毛巾 那羊毛盤的部分 看一些相關的說明 是說羊毛盤的研磨力道比較大 所以使用羊毛盤來使用研磨劑 芯面還原的部分 還有這個清潔蠟部分 就用海綿就可以了 那把它分開來 那這是失誤的補救 那受損的部分呢 必須要用點漆來處理 大家可以看到大叔的引擎蓋上面 其實很多這個跳蝕洞 那這些漆都已經剝落了 那甚至每次都見到底漆 這些跳蝕洞、跳蝕、掉漆的修復呢 其實大叔也還在研究 看怎樣才可以多過點漆的方式 可是卻不會有凸起或是像鼻涕的痕跡 也歡迎網友如果有跳蝕修復好的方式 也可以給大叔做參考 大家互相交流 那這次大叔口氣拋光修復的工作 算是成功囉 歡迎大家隨時關注大叔的頻道 訂閱、按讚、加分享 掰掰